凡人游喜 我来等你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大家好 这里是凡人游喜 我是相亲特派员舒汉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 又和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女嘉宾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女嘉宾 虽然年纪非常小 但是对于自己的这个未来 自己的职业规划的 确实非常的好 因为她从小就喜欢自己的舞蹈 而且现在都还在坚持着 并且她打算要一次谋生 现在也在自己的考证 不断地学习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 那么在自己快要稳定事业的同时 对于自己的情感 也有了很具体的一个想法 那到底她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们先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她 大家好 我叫郑燕文 今年是21岁 身高165 现在目前是一名舞蹈的代课老师 月收入大概在5000左右 现阶段呢正在准备考取舞蹈的教练证 那么考了这个证之后呢 工资大概会在8000到1万部等 从小呢我学了6年的民族舞 后面呢转入了爵士 在爵士舞的学习阶段呢 我学习了6年 爵士舞对于我来说呢 它不仅仅是一个职业 更是一种兴趣 因为我觉得爵士舞更能代表我的个性 我觉得爵士舞是一个非常 可以有力量 可以很洒脱地去表现我自己的一个生活状态 我现在的工作也是我的兴趣爱好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在生活中呢 我除了跳舞 我还喜欢瑜伽 有氧运动 爬山 反正一切能让我动起来的 我就会勇敢地去尝试它 在日常生活中呢 我还喜欢唱歌 我很喜欢周杰伦 薛之谦等一系列 让我觉得他们的歌词很有力量感 真实感 能带我走出一段情绪的感觉 很快地融入进去 到目前为止呢 我谈过一次恋爱 但是还是分开了 因为两个人不在一所大学 因为距离的问题 和平时一些小问题 没有得以及时地解决 然后导致最后两个人 都不能互相理解 最后就分开了 我理想的男朋友呢 希望他在25岁左右 身高180左右 我希望他的外形呢 可以帅气一点 阳光一点 我希望他的性格 是非常的开朗活泼 也和我一样热爱运动 我希望他是一个积极向上的 哪怕他遭遇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但是他也可以勇敢地去面对它 不逃避它 有责任感的 我最讨厌的类型就是 遇到一点小问题 他就一直在我旁边念念念 碎碎念像唐僧一样 而且一直抓着一个点不放 我希望我喜欢的男生呢 他可以个性更大气一点 霸气一点 女嘉宾的择偶要求 一、25岁左右 身高1米80左右 外形阳光帅气 二、性格活泼开朗 热爱运动 三、生活态度积极向上 根据女嘉宾的择偶要求 编导为他匹配了一位 阳光文艺的大男孩 让我们赶紧去认识一下他吧 大家好 我叫张富斌 今年25岁 身高180 之前的行业呢 是空城 但最近的这几年行业都不好做 所以去年我离职了 自从离职之后 我就想做一点自己感兴趣的事 最近的话 在跟兄弟们一起创业 准备进军短视频 然后做那种美食探店的行业 本期交有男嘉宾姓名张富斌 年龄25岁 身高1米80 职业短视频博主 未婚 为什么进军短视频这个行业呢 是因为我自己喜欢表演 有时候很多时候 我都会看一些经典的电影 然后去模仿里面经典的片段 对着镜子自己练习啊 或者自己没事就练习啊 短视频这个行业呢 门槛也没有那么高吧 我可以把短视频和我的兴趣爱好 一起结合起来 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做这个短视频嘛 既然定了也有这个目标 目标就是在今年的话 做到有30万粉吧 然后展现自己的幽默 做到短视频里面 幽默担当吧 我上一段的情感经历比较短暂 只有半年的时间 是在朋友聚会认识的 是一个黑龙江的女孩 她的身材非常苗条 然后身高有一米斜二 因为东北女生都比较高吧 脾气也挺好的 我们相处了很久才在一起的 其实这半年相处下来的话 其实也挺愉快的 但因为她呢 家里父母给她安排了工作 然后她就回老家了 我们还是和平分手了 我理想当中的女生 身高160以上漂亮一点 然后年龄呢 在2到25之间吧 我自认为自己 也算半个文艺纪念吧 我希望我喜欢的女生 也有类似的细胞吧 既然在一起的话 可能就会更有感觉一些 我自己的个性呢 也算比较温柔的吧 我喜欢的女生 也稍微可以温柔一点吧 男嘉宾的择偶要求 一 身高160以上 年龄22至25岁之间 外形亮丽 二 有文艺爱好 性格温柔 目前看来 男嘉宾的条件 非常符合女嘉宾的要求 两人匹配度90% 让我们期待一下 两人接下来的见面吧 有请女嘉宾以及亲友团 欢迎二位 欢迎两位美女来的凡人游喜 先跟我们关注朋友打个招呼 哈喽 大家好 我身边这位就是今天的女嘉宾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女嘉宾 其实给我的感觉 真人比照片上看着更具个性 不知道我这么判断 对还是不对 对呢 自己说了不算 我从姐姐这儿 算是唐姐是吗 对 我从唐姐这儿来求证一下 她日常的性格怎么样 她是那种比较大大烈烈的性子吧 然后又很开朗 又会跳舞 然后也比较上进 一顿夸 那必须得跨上节目嘛 所以这样子的女孩 其实我觉得 如果有男孩子找到 真的还是挺幸福的 真性情嘛 对不对 那我也知道你从小学习舞蹈 民族舞跟爵士舞的跨度 其实还是有点大 对 那么这两种舞蹈 代表着不同的性格 也跟你自己的变化有关吗 是的 因为我从小是在北京里读书 然后后面是来到了重庆 因为我是一个重庆女孩 然后后面来到了重庆 那么就是想尝试一下 不同的领域 然后确实也是两种 五种的不同 带给我了不同的体验 可能民族舞就会让我觉得 邻家女孩一点 小巧一点 乖巧一点 但是爵士舞就是 重庆人的那种热情 体现得淋淋尽致 除了舞蹈以外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兴趣爱 超喜欢周杰伦 周杰伦的小迷妹 对 但是我觉得你这么小 也是喜欢周杰伦 我们那时候 在我初中的时候 我记得我也是全般喜欢他 对 喜欢周杰伦 又不分年龄 是吧 看来今天要是聊起来 我没有带高 对 其实 周杰伦曾经说过一句话说 我的歌可能开始你们 不会觉得好听 但是你们越听越好听 是因为你们可能经历了一些事情 然后那些歌词能直进你的心里 对 就跟咱们的爱情一样 越久越香越值得咱们去品味 是不是 对的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把周杰伦 周杰伦 周杰伦的图号粉丝 给请到了现场 我们两位美女现在抬头往上看 三小的朋友 你们好 你们好 为什么你要站那么高呢 为了制造舞台效果啊 歌手一般都站这么高啊 好奇怪啊 男嘉宾 我怎么有一种那种 刘三姐要对歌号号的感觉 我已经呢 把你的名号帮你吹出去了 头炮打响了 知道吗 我牛都吹到女嘉宾那儿去了 接下来看你的表演 我好累啊 这么跟他说话 山下的朋友 你们准备好了吗 把你们手中的荧光帮我挥舞起来 没有荧光帮 你要唱就唱 对 你要唱就唱 来 你唱 我们这样看着你很累的 快使用双子罐呼呼 快使用双子罐呼呼 我使用轻弓飞远走壁 六 你们准处一声正气 他唱的双截棍喜欢吗 喜欢 但是更喜欢抒情一点的 好 来 我们姐姐传递一下这个话 说说妹妹的心声 我妹她说她不喜欢这么激烈 她喜欢抒情一点的 你给她换一首这些伦的歌 听到了没 听到了 可以 过了好吗 跟哥们唱三歌似的 对 你干脆来两句山歌对接好了 对面的妹妹看过来 你要不要对她两句 来 刘三姐上身 你对吧 山上的哥哥 你快下来吧 我的颈椎不太好 来了 来了 雨下着眼 我的爱一处就像雨水 别吓了 当她走近我的时候 她的外形是非常的高大 然后人也是非常的阳光帅气 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位粉丝 是对歌手的到来表示很激动吗 震惊 震惊 我是觉得有点尴尬 有点尴尬 那我们就现在画尴尬 为这个叫什么 初熟的认识 来 歌手要不要跟你的粉丝 依次握一下手 加深一下印象 可以 让那位粉丝不要再这么尴尬了 来 尴尬的粉丝跟我握手干嘛 跟他握手 这也是吗 他才是周杰伦的粉丝 你搞错了 我是周杰伦的粉丝 两位周杰伦的粉丝在凡人有些相见了 希望今天能够也如周杰伦刚刚所唱的那句歌词一样啊 你的爱都快溢出来了是不是 就像雨水 希望你的爱可以浇洒到今天我们所在的每一个地方 让女嘉宾能够感受得到 可以 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 那今天两位谁是女嘉宾 你都还没感觉得到吗 感觉得到呀 她已经说了嘛 是谁 周杰 对啊 我以为你一直蒙着不知道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歌声当中了呢 唱歌的时候肯定要沉浸一下 哎呀 其实我说实话啊 刚刚你在上面唱的时候呢 两位美女在下面听 有没有感受到我们女嘉宾有跟你在一起唱和 可能我的声音太大了吧 没感觉到 她张嘴你都没看到啊 那我看到了 我以为她在说话呢 对 其实我哈 刚刚在现场我听到的感觉就如同拉回到了当初的学生时代 说实话 真的有 特别甜特别美 所以我还想在现场啊 听到两位再附和一下 好不好 刚太远了 那个和声都没有出来 可以现场两个人一起再来哼唱两句吗 就刚刚那首七里香 我相信我们电视机前很多朋友也会被你们拉到以前读书的那个时候 好不好 好来 好美啊 我们俩给她们一些掌声 说话的感觉比较温柔 我也比较喜欢这种类型 歌声让我们沉浸在了一段美好当中啊 粉色的感觉慢慢的已经起来了 我也想问问女嘉宾 那男嘉宾这么精心地设计了前面的一段哈 那男嘉宾这么精心地设计了前面的一段哈 好的那我就跳一段舞 当她靠近我的时候呢 我比较紧张 连自己的呼吸声都听得到 当她靠近我的时候呢 我不敢直视她的眼睛 我怕看了的话会陷进去 我怕看了的话会陷进去 来 可以动了 可以动了 为什么像女嘉宾给你施了魔法一样啊 一动不动的在这儿 太僵硬了 是我的身体的僵住 对 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 看她跳舞的时候 我的身体已经动不了了 那女嘉宾这段舞蹈 给你带来的感觉是什么 非常性感 还有呢 跳得非常好啊 非常好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扬 女嘉宾自己呢 你想表达 通过你的舞蹈 想要表达一种什么 我觉得这首歌呢 它 其实它 不管是通过肢体 还是它的这种音调 都是一种很甜 就是感觉是现在 恋爱里面的女孩子一样 就是很甜蜜的感觉 不知道男嘉宾 有没有感受到呢 其实我感受得到 只不过刚才我没出来 说出来 所以我现在再给你一个机会 把你心里的那种 不管是喜欢 还是认可 还是欣赏 什么样的情绪 表达给女嘉宾 让她知道 来给你五秒钟 我觉得你刚才跳的舞 特别抚媚 性感 可爱 我非常喜欢 谢谢 谢谢你的认可 今天呢 我们男女嘉宾可谓说 也是文艺青年了 能歌上舞的 用歌声和舞蹈 在表达着自己的心境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头 刚刚不说了吗 这个粉色的感觉 已经慢慢的在生腾起来了 我也希望呢 这种感觉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那么我觉得趁热打铁吧 接下来就深入的来聊一聊 彼此的最想关心的一些实质性的问题 好不好 男嘉宾来 怎么样邀请一下我们的女孩子 来吧 来吧 我们去聊天 好 走 走 浪漫的歌舞互动 拉开了两人的甜美世目 那接下来的深入了解 会进一步加深他们对彼此的好感吗 你刚才跳得很好呀 听说你是街舞老师啊 跳那几年啊 嗯 这个街舞跳六年 然后教了两年 是 嗯 那你平时是教大人还是小朋友啊 都有教 都有教的吗 对 那你平时上课的话 一周上几天啊 一周的话看排班有的时候 可能两天三天或者五天这样子 然后每天的课呢 就一节课大概是一到两个小时 那你一天最多上几节课啊 四节 四节 四节就是七八个小时 对 那是挺辛苦的呀 这完全就是个体力活啊 不呀 我觉得非常快乐 语人就是你去 当你把你会的动作 教育别人的时候 然后别人学会了 最后拍成品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有成就感 嗯 嗯 因为跳舞是我自己的兴趣爱好 那么我可以从事我自己喜欢的职业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幸福和乐趣 嗯 那是挺好的 有工作能做自己感兴趣 对 而且现在呢 我正在准备教练证的考取 然后如果考考 就是考下来了之后呢 可能就是工资它就会翻倍 对 哦 通过了解过后呢 我对女嘉宾的印象实际是挺好的 又能吃苦 比较有活力 这些我都挺欣赏的 而且她能坚持自己热爱 喜欢的东西 这对我呢 比较激励 我的人生就是想找一这么一个 志同道合的伴侣 我比较看重男生的一个点呢 就是希望他有责任感 就是当他遇见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不会选择去逃避 而是勇敢地去面对 然后冷静地去解决它 我欣赏这样子的男孩子 那可贵具体举一个例子吧 我觉得我所说的责任感就是 他可以对自己的生活 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然后他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也清楚自己要走什么样的路 我觉得这一点 我还是蛮符合你的要求的 因为我之前学空乘的 然后当晚两年空乘辞职了 平时我也对短视频非常感兴趣 现在呢我就把它结合 跟我的兴趣爱好一起做 现在就跟兄弟一起开探电的视频 短视频一起 探电的 对 就那种 就是美食 对 美食探电的 那你从事短视频的拍摄好久了吗 就两三个月吧 好 这个竞争也非常大的 前期的投入也挺大的 就那些资金 还有 还要去找店家 去那些店 然后反正这些都要商量 跟那些商家的 那还蛮辛苦的 那你们的短视频 有多少粉丝了 我等一下去关注一下 我的未来目标 是达到三十万的粉丝 好 那你现在有多少粉丝了 现在不是很多 现在的话 才刚开始嘛 两三个月 只有那么多 我平时也很喜欢看 那些短视频 尤其是美食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 就看 就非常非常的好吃的感觉 那你平时喜欢吃哪些口味 我喜欢偏辣的 就是像什么火锅 烧烤 然后牛蛙 就很好吃 就是我前两天去摊的那个店 没有挖鱼头 你看看没 天哪 别给我看了 我现在好饿 我午饭都还没吃呢 为什么没吃午饭 因为我刚上完一节课 就赶忙地赶过来了 才上完课就过来了 对 现在好饿 那你平时吃饭 就是这么不规律吗 就是对身体不好 是啊 是的 因为有些学员上课 就是中午才有时间 然后利用他们中午的休息时间 来上我的课 就没有办法准时吃饭 那你在这儿坐坐吧 我去给你忙 你想吃点什么东西 我想吃辣一点的 口味重一点的 然后快一点 就真的有点饿了 好 那我现在去给你忙 你在这儿坐一会儿 好的 谢谢 男嘉宾听闻女嘉宾没吃午饭 立马行动起来 她的体贴会进一步打动女嘉宾吗 那个有听到你说中午都没有吃饭 对 肚子在咕咕叫了 现在下午我看 其实四点钟了马上 不饿吗 中午怎么吃饭呢 因为中午要上一节课嘛 然后就耽搁了一点时间 就马上赶紧过来了 你看 现在已经有点低血糖 是吗 对 会经常这样吗 不吃饭的时间 谢谢 还是热的 我们两个画个位置 你来坐 我来嘛 你坐这儿 很用心 我说突然怎么人不见了 结果去买东西了 这个面包都是热的 是热的 对 赶紧吃 赶紧吃 男嘉宾还是很有心 怎么会买这些呢 想到 她说我想吃辣的 这个是辣的 然后这个是热的 都是热的 我还买了两瓶水 谢谢 这样 这个应该也是热的 亲友团也有 现在这个女嘉宾 我看她的手也没法吃 拿这么多 咋办 你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喂你吃 好 谢谢 不用介不介意 你直接来吧 我觉得现在女嘉宾 估计也没什么力气 赶紧喂 她快饿晕了 这个要抵咬 小心点 我跟亲友团 一直在旁边吃瓜 现在吃是吧 我都不好意思 打扰我们嘉宾 此刻吃东西 这么甜甜的一刻 怎么好忍心去打扰吗 但是我又很想问女嘉宾 这个微笑着 吃一下男嘉宾 买的这个美食 心里是不是甜甜的 很乱心 乱心 现在应该没有低血糖了吧 一下子 这个甜度估计还升高了 一会儿别高 那个血糖升高 我们俩坐在这儿 其实有点尴尬 要不我们把限制 就是把空间更多给他们 好不好 来 我们到旁边去 来 问你吃这个吧 小球 好 好 这个辣味合不合适啊 刚刚好 刚好 来 借我没有 没有 没有 你也吃啊 别看着我一个人吃 没事 没事 我是吃了饭的 你先吃吧 你们是饿了吧 来 谢谢 谢谢 男嘉宾也非常的细心 他 当我 当他知道我饿了的时候 马上跑去 非常热心的跑去给我买了很多种食物回来 然后有关东煮啊 面包啊或者是水啊 都非常的贴心 然后也很细心的喂我吃 搞得我都有点不太好意思了 之前我生病的时候 一个人躺在床上 真的好希望有人可以这样喂我吃饭 就是全身没有力气 那不管你以后生没生病 我都可以喂你吃饭 你这样说 我感觉我像生活无法自理的婴儿一样 怎么会呢 这是我想喂呀 在我的眼里 你就是婴儿啊 You are my baby You are my baby 这个时候会不会很油腻啊 非常油腻 好了 我看这个吃得也差不多了是吗 把这个辣辣的串串啊 吃出了这个甜甜的棉花糖的感觉 现在糖分有没有超标 满了已经 观众朋友们觉得糖分已经超标了 此时此刻呢 我不得不让两位 现在把这个糖分慢慢的降低一些 再回归到我们正常的这个沟通当中来 好不好 因为毕竟我们相亲嘛 我觉得需要解决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才能够最终理性的去判断 要不要给机会在一起 是不是 两位 男女嘉宾目前为止的相处都十分融洽浪漫 特派员口中所说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呢 那个男生怎么突然走了呀 他听说我太饿了 我本来说要去 我自己去买的 他在原地等我 但是他听到我真的太饿了 所以他就去帮我买了 那还挺好啊 那他人挺好的 那你聊这么久觉得他怎么样呢 我觉得他非常有想法 他之前是空上嘛 然后现在是因为喜欢短视频 所以跟他的兄弟们一起合伙开工作室 开工作室是关于哪一方面的呀 就是探电的 探电的 那他现在粉丝有多少啊 因为他才开始做两到三个月 所以说粉丝可能也就两三千吧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短视频行业吧 就是想要出圈还挺难的 竞争压力太大了 但是我觉得他 首先他 因为之前是空上 然后他勇于跳出自己的舒适圈 勇于尝试 因为他喜欢这个 然后去勇于尝试把它当作自己的职业 勇于探索 我觉得这就是很积极的一个点 我就很欣赏他 那至于他后面的路会怎么走 那就要看他自己的努力 你别一听到有这种想法 你就觉得他很上进 但是现在有这种想法的人太多了 那我觉得还是不一定能成吧 还是得再考验一下他 得看看他有没有这方面的才华才行 亲友团的一番话也引起了女嘉宾的顾虑 那男嘉宾会采取怎样的行动 来打消女嘉宾的顾虑呢 刚刚你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女嘉宾那边的亲友团 特别提到了男生工作的问题 是不是 我相信其实这也是在女嘉宾的心里面 目前最疑惑的一个事 不知道男嘉宾有没有感受得到 就亲友团刚刚对于你工作呢 虽然说给予肯定 但是也在担心 就这个行业来说的话 虽然说目前很火哈 但他竞争确实是非常大 而且到底他的这个生命期有多久 生命长度有多久 大家也不得知 所以担心也是难免的 可以理解吧 因为毕竟女孩子嘛 最终还是需要一个稳定 是不是 所以现在你需要就是给女嘉宾 就是把你的工作这一块 包括你自己对于未来的一个职业规划 生活规划 都说的更透彻一些 两个人这一块聊透了 我相信今天结果一定是美好的 那么现在男嘉宾怎么来回应一下 或者你心里具体的想法 可以跟女嘉宾分享一下 好不好 可以啊 来 现在各行各业竞争都很大 也不容易 可能这个行业要有自己的特色吧 我自认为我还是很有特色的 虽然今天没有展示出来呢 但是在这个行业竞争中 我自认为自己在以后呢 也可以做到非常好的 我拍的那些视频呢 看一下的话就比较幽默 比较有风趣 还比较油腻 知道吧 还比较油腻 特别是拍那些江湖菜的时候 有油腻才能跟那些江湖菜搭配到一起 油大了 油放多了 其实我觉得男嘉宾说这一段还是挺有趣的 那么你的探店的风格 其实就是倾向于这种诙谐幽默的 把跟你要去探店的 人家的主要主营的一些商品 跟自己的风格结合起来 是不是 其实它这样也是蛮有特色 应该也是很有卖点的 所以至少在目前吧 应该还是在短视频当中 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所以才这么自信 是这样子吗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这样吧 说这么多还不如食仓 现在我们就去让女嘉宾看一下我探店的特色 这句话说的比刚刚唱歌更有自信 发现没有 对 胸有成竹的样子 说到自己的主营业务上面了 但是这个牛吹出去了 自己要好好干 可以 不然真的就啪啪打脸了 那这样吧 随机选择一家店 我们现在就去探店 好不好 也让女嘉宾在旁边看看 增加女嘉宾对你的信心 至关重要这个环节 我已经设计好今天的风格了 我订的是一个适合情侣约会的下午茶 哦 这么快就想好了呀 你脑瓜子转的还挺快的 那就赶紧食操起来吧 还墓着干什么 哈喽 大家好 你们的美食推荐官小冰冰又给你们见面了 今天我跟大家推荐的是一家奶茶店 是和群绿约会的 既然今天是群绿约会 那我不可能一个单身狗来吧 今天我还带了一位自己的搭档 哈喽 大家好 这位女嘉宾 你好 你不要看着她砸砸平平无伽的麻花片 应该就能看待 她可是学了六年的爵士舞 重庆冤染染生起的爵士舞专家 知道吧 那你们的女生约会的时候 喜欢跟男生去什么地方呢 哦 那地方可多了 我们喜欢奶茶店 或者是一起去欢浪谷玩呢 我啊 那今天我们来对地方了 我身后的这个奶茶店 是很适合情侣约会的地方 是吗 那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吧 那走吧 老板娘这是给我们做的吗 对 听说你们这儿是一个 非常适合情侣约会的地方吧 这里的环境很安静 还有私密性 很适合情侣约会打开 我们的甜品是专门亲师傅主的 专门死后 当你们也是一群里吃了个好甜 上家庭 那我们就去好好品尝你们家的咖啡和奶茶吧 这杯是拿铁 我来这家店喝过的 听说他们家的拿铁 是用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豆做的 这款豆子的烘焙度适中 不会太酸也不会太苦涩 我觉得反正很适合我的口味 你也可以试试 好 这一杯呢 是他们家的招牌玫瑰奶茶 上面这一层呢白色的 是打出来的奶泡 非常绵密细腻 你可以拿起来捂一下 你带我玫瑰花香了吗 闻到了非常浓郁 这一杯呢就非常适合女孩子 因为玫瑰嘛美容养颜 非常适合女 那你尝一下吧 好的 来 粉丝们先喝第一口 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咖啡 那我再来品尝一下 很棒啊 喝完这一口 我感觉自己奔驰在埃塞俄比亚的大草原 和我一起食从草原的还有 大象 狮子 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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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回来 回来 好 我觉得这个地方啊 如果到了下午 阳光照进来 照着身上暖洋洋的 还可以看看书 听听音乐 还可以跟秦瑞一起打打游戏 这里看过去呢 还有一幅涂鸦 也非常的美 也非常文艺 刚好适合我们这种文艺青年啊 你对我推荐的这个店满意吗 满意 这真是一个不错的情侣与会的地方 那你觉得我今天的探店表现怎么样呢 我觉得有好的地方 比如说你对每一个饮品的介绍非常的详细 说明你之前肯定来过很多次 做了比较用心的品鉴 那还是有一点点不好的地方 就是你还是很幽默 但是在幽默当中又多了一些紧张 主要是今天拍节目跟你来见面 我心里面会有点紧张 因为这些原因 就没有完全把幽默展现出来 如果以后有机会 你可以跟我一起多出去探探店吧 好啊 男嘉宾的探店表现赢得了女嘉宾的认可 那对于最终的结果 男嘉宾是否已经胜券在握了呢 好 刚刚大家有目共睹啊 在探店这个环节说实话 平心而论 我觉得男嘉宾你个人去探店的那个表现 没有两个人在一起精彩 你觉得呢 我觉得也是啊 所以你看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啊 有女嘉宾的加入之后呢 你的这个发挥其实更好 有没有兴趣以后两个人可以合计一下 搞个组合什么的 我觉得可以啊 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 有戏哦 好 其实在这个环节呢 大家也都看到了 把之前女嘉宾内心的顾虑第一次打消了 第二女嘉宾也看到了男嘉宾的 实际的工作的一个实力和情况 那么到底他的未来会怎么样 其实你内心多少有个判断 对 我马上就要进行很有仪式感的选择了 因为即将结尾了嘛 我也想问问男嘉宾这边啊 需要再对女嘉宾说些什么吗 或者自己还有什么要表达的吗 其实呢 我对女嘉宾的印象非常的好 今天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 对她的身高外型 还有其他什么方面都比较好 所以呢 在之后 我也想跟她组成一个一起探店的CP 然后组成一个组合嘛 然后一起以后有机会去探店那些 这既是一个这个工作的橄榄枝 同时也是情感的橄榄枝啊 抛出来了是吧 这样不够 还是只是在说是不是 对啊 没有诚意 没有诚意 女嘉宾都说了 还应该怎么样呢 自己想想 那女嘉宾刚才给我跳了一段舞 那我也给她跳一段舞吧 好我想要的 这就是这句话是吧 这样吧 既然男嘉宾呢 也给出诚意了 即将要跳一段舞 是不是 拿手吗 我先问你这个 拿不拿手 既然有诚意嘛 对 诚意到位就行 那就这样 一会男嘉宾来跳舞 表达自己对于女嘉宾的这个真诚的心意 好不好 如果女嘉宾愿意选择给男嘉宾一次机会 牵手成功的话 就跟她一起舞蹈起来 让我们一起感受你们两个人的这种初始的默契 看有没有啊 如果说不愿意跟男嘉宾牵手成功的话 不用打理她 直接离开就行 好不好 好 成败在此一举哦 看你怎么跳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期待最后的结果 接下来我要跳的舞就是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导演里面 然后叫昆丁 里面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双人舞蹈 也很狂野 在我以前看电影的时候呢 我就想找一个 跟我一起跳这么狂野舞的女生 但现在我遇到了 那我先跳为敬 好 那你等会儿愿意的话 你就可以加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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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但是她愿意为了我 去展现我喜欢的领域 去接触我跳舞这个东西 也让我非常的感动 好 恭喜两位牵手成功 再靠一点吧 靠近一点 靠近一点 接着跳 好 此刻我们男嘉宾 感受到人身赢家的感觉没有 哇 我心里非常近 今天真的是双赢 赢得了爱情 同时你那个事业 CP也搞定了 对 是吧 我也很想问问妹妹 最后愿意跟她一起 去跳舞蹈 是心里当时想的那一刻 是什么 我觉得她跳舞的时候 非常的开朗 想抛弃了一切的烦恼 然后经过和她去探电 和她的交流 我觉得她是一个 很靠谱的人 靠谱 对 其实虽然说她的舞姿 不怎么样 唱歌也不怎么样 但是她愿意为了你去做 对 她沉浸在那里面 对 两个人刚刚那个舞蹈跳得非常合拍 我们最后再来幸福地秀一下 好不好 对着镜头 好 让我们继续沉浸在今天男女嘉宾 这个签署成功当中的喜悦当中 好了 再次恭喜她们 也祝福她们 如果电视机前的单身男女朋友 想要获得这么开心 这么快乐的幸福的话 就赶紧拨打我们凡人游戏的热线电话 8805 8805 同时你可以到龙虎新一层二楼 凡人游戏线下婚恋服务中心进行报名 最后还是那句老话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凡人游戏 我没有